从耶旦老公公所中切下一颗大苹果 对许多小朋友而言真的是第一次 还有小男孩忍不住跑到队伍最前面 呆呆盯着耶旦老公公看个清楚 每年耶旦节慈祭之工都会带着应景 而且在当地象征平安喜乐的苹果 带到多米尼加东部的拉罗马纳慈祭学校 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来慈祭发放这些苹果 今年更是不同于以往 还把耶旦老人带过去 让这群贫穷人家的小朋友 有了人生第一次跟耶旦老人近距离接触的经验 带来一次更难忘的回忆 慈祭之工装扮的耶旦老人祝福孩子们好好念书 长大成为有用的人回馈社会 而在西南部这里一所学校 慈祭之工除了送来苹果 还邀请多米尼加教育部长 中华民国驻多米尼加大使唐济人 一起表扬66位优秀学生 小朋友手语表演 在这佳节时分 慈祭的爱会继续陪伴迎接新的一年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朱慈瑶 张慈辉 邱明奇 多米尼加报告